打到游擊館區 哇 張哲宇攔到起身船 抓得到嗎 Safe 那這個應該一定會挑戰了 如果翻盤的話 比賽就結束 哇 剛才張哲宇如果抓到出局 就是一個六星級的超美技 沒錯 結果一雷神認定是Safe 我們再看一下 哇 這個接著厲害 這是致敬林瑋恩教練的海豚鋪啊 船一壘結果如何 那黃衛森也拚了 哇 這一個應該會有機會翻盤喔 對喔 我看看 沒有 其實我覺得 這就是一個反應啊 誰會每天在那邊鋪 你在騎在那邊鋪 然後受傷 都常識啊 所以我覺得 不用 這些動作其實都是一個 身體的關係 這不是 平常練習 是需要做的這件事 我們這樣問到嗎 然後 能夠幫助球隊 就好 不用做出一些 自己忙忙 控制的事情 又破壞成了左外野方向的飛球 這一次有守備機會嗎 左外野手追到牆邊跳起來 接殺出局 邱智誠 哇 這個守備 五星級 接得很漂亮啊 哇 精采 而且起來之後啊 這頭髮還帥氣的一刷 很漂亮 跳起來的那個 Tining真的相當的好 這一個小飛 衝 剛好越過去 靈力接不到 再成為一支小安打 打在沒有人守的地方就對了 那過去教官都講得很輕鬆 我們也想著打在沒有人守的地方 但是常常做不到 會不會只有你跟他說做不到 從這邊就可以知道了 這一棒打得還滿遠的耶 要看位置囉 老虎晃 都要擺盪了 哇 結果呢是 杜家明啊 反而呢在這個時候 開轟了 敲出了拳雷打 這是一支 楊春炮 本季的第一轟啊 在這個時候出爐 哇 這真的是被他呆到了 最後要看的這個就 距離是夠 就是要看是在 場內還是場外 哇 獅頭 這今天其實 楊冰獅頭球並不多喔 反而這顆球就比較明顯 走高了 對 還有一個杜家明給一碗 把握住了 那這個是手轟耶 那那顆球 那邊沒有人要留給他 不只是今年 是生涯手轟啊 畢軍手轟 哇 居然在這個時候出現了 哇 這手轟不低 連隊友應該也覺得很意料之外 他剛剛如果可以投出 這樣的紙插球 有啊 你還是直球被打了 那適時的安打 要一口氣回來 來兩個 兩分打點 紙插球是投得出來的 對 結果還是直球 還是中間 他的配球模式大概就是 用直球搶好球速 再量好球之後 再用變化球引誘打者 那如果你一直 沒有變你的一個配球模式的話 很容易第一球 就會讓打者攻擊直球 好 那你再次呢 感謝我們今天所有貴賓 一起蒂臨我們 澄清湖光球場 來參與我們 台南熊音的 對時手撕的開訓典禮 那當然呢 我們這次是手撕的開訓 我們可以看到三壘測呢 我們邀請了許多的選手眷屬 今天一起來到場內參與 那大家可以看到 我們看台區還有 非常一群可愛的小朋友 他們是來自我們高雄 在地的熊快樂社區 少放隊 給大家喝杯手 然後可以看到我們今天的開訓典禮 真的是大家非常的期待 那在活動的一開始呢 我們就先邀請到我們的 台康集團先民會長 來跟大家說幾句話 掌聲歡迎會長 還有我們的各位民意代表 貴賓美 還有媒體的貴賓美 還有我們的 朱葉琳的家長 還有愛好台康集團的秋名 大家早安 大家好 今天 台康集團隊的開心點 又是一個新的旅程開始 從我們加入 從我們加入 共好指放到現在 從六月開始簽約 到測試會 到選秀 到今天開信 就短短的三個月內 我們已經選了三十幾位的球員 加入台康集團 雄英棒球隊 這也是我們一個新的旅程碑 那我們這一回的主題 就KP in 高雄 主要的目的就是我們要跟高雄這個西 然後緊密的結合在一起 也希望我們的球員 童妹妹也能夠把自己的根基砸好 然後訓練出自己的體能跟技巧 將來在面對此段機械競賽的時候 能夠有一個好的機組 能夠去面對 敷衍 讓遵守 特效 特效 風格 特效 大 氏 敷衞